一號吳征拜託你 謝謝 謝謝 選戰鬧數 民進黨新北市立委候選人吳征 攜手同黨立委江永昌 挺進中和符合宮車嫂敗票 針對藍衣對手張志倫會選怡雲 他也再度開炮 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張志倫先生到現在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回應 倒是他這兩天在中和掛上了很多的看板 說他也反會選 那這件事情非常的諷刺 中和選區撒卡都基站 民眾黨邱成遠炮火也一致對向藍營 要張志倫盡快對外說清楚講明白 而同一時間張志倫則是現身造勢活動 面對指控他一反過去閃躲態度 在倒數三四小時終於正面迎擊 拒絕抹黑 拒絕會選 然後志倫也是堅定地捍衛 里長用司法來捍衛他們的清白 可以說嗎 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了 強調拒絕抹黑 但對於被指控內容 還是不願多做澄清 而造勢現場招來韓國瑜力挺 大開演唱會 兩人一打一唱 但這情景看在對手眼裡格外諷刺 关于韩国与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今天来到中和办演唱会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认为也蛮有趣 张家在中和的恶行恶状 跟张家在中和的这个金权政治 就连当年韩国与在中和选立委的时候 都出面批评过 中和立委三卡都基站 蓝绿隔空交锋火力全开 新立新闻由家卫简入与新北采访报道